字幕提供 哪裡有洗河 換身水域喔 那這是河哥 河哥山 自己平常有接影片的案子之外 哇 其實也有在接平面攝影的案子 那平面攝影呢 這次我們直接跑到了花蓮 而且是當天來回 就衝下去花蓮 然後再當天回來台北 還滿酷的經驗 反正如果大家有需要拍攝照片的話 當然也換另找我拍攝 拍攝影片照片都可以啦 不然這邊有卡錄 貼而已 然後再吃 正常的話應該一天都吃三餐吧 那三餐理論上吃的東西也都不一樣 那我就用我的相機就是專心的 就是用一點心力去構圖 然後拍一下這些美美的照片 美美的食物 然後看起來不只自己心情很好 然後我還把這些照片把它丟到一些 像是Shutterstock的平台來販售我的照片 那竟然就真的有人來買我的照片 我覺得這也算是還滿有成就 我就是 欸 我拍了 然後竟然有人想要拿去用商業用途耶 真的是還滿酷炫的 那雖然錢不是很多啦 就是小小的人用錢 但是就算是一個成就達成 所以有興趣下方我會放一個連結 就可以看看我拍一些食物的照片 那如果想要買也是可以啦 我也不知道 你買這家照片要看什麼 我會希望不打自己 放鬆留一下 不進來你可以考慮 啊 要刷什麼 好 好 是大雲百耶 哇賽 太帥了吧 最近我在玩直播平台Kick的部分 那這個就有點像Twitch 只是是另外一個新的平台 那這個我不知道 好像在台灣沒什麼人在用 目前還沒有什麼人在用 反正我就是玩完Kick 那上面的人還滿多 滿友善的 而且大多都是美國那邊的人 那我就可以跟他們聊天啊 然後分享一些台灣的文化 就是文化分享的概念 就是互相交流 還滿有趣的 重點是 這幾個月內 就是有還滿多人DONATE給我的 我覺得還滿酷的 就是獲得成就 獲得DONATE 你要看風景啊 比較漂亮而已啊 是雷射 哇 你看看 你像自己耶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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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 你有什麼問題 如果有在跟我聯絡 或者是認識我的人 就知道啊 我的LINE其實 都還滿挽回訊息的 就 我想要限制自己使用手機的事情 就是盡量不要用手機 就是被綁在手機前面 然後很久很久 所以我就是能不用手機 我就不用手機 所以那些訊息啊 我就是盡量能不回就不回 我是用這種心態去處理這些事情 但是有很多像是商業的東西啊 或者是有工作時候 需要在那裡即時回覆的東西 呃 就全部被我擱置在後面 就變得有點 呃 就是急的事情也被我擱置 啊不急的事情也被我擱置 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辦了一個 官方帳號LINE 那這樣子我的訊息 我就可以把 所有的 原本我們的LINE通訊的 那個訊息通知 全部關掉 然後我只開我那個 那官方帳號LINE的訊息 這樣子我就可以收到 所有重要的訊息 那不重要的訊息 呃不是不重要的訊息 就是 可以 慢一點回覆訊息 我就可以 呃有空再來 慢慢回覆 那如果是工作上 比較急的訊息 我就可以馬上在 官方帳號即時回覆 還蠻讚的 如果有興趣可以 呃 必須加我的官方LINE 呃 我也不知道可以幹嘛 但是就 我可以推播一些訊息給你們啊 嗯 謝謝謝謝 熱光LINE 呃 已經開放入場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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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